国道事实上呢 北起基隆啊 南到这个屏东 那么包括中山高 也包括胡尔摩沙高速公路 好 那基隆你去过没有 基隆如果你去过的话 那么那个隧道口 有一个 很广的这个白色的巨塔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就有名义代表说 听说啊 那个中山高速公路 对不对 整个高速公路呢 那么基隆是高速公路的头嘛 就好像一条龙一样 龙的头上插了一根针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要 这个地方确实啊 在刚好在这个附近呢 因为它旁边就有个大道之行 大道之行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其实 因为设计的关系 附近包括高架桥等等啊 在基隆这一端 常常发生车祸 货柜车很多嘛 那可是为什么要插这一根呢 有人说 看起来不像针啊 比较像是一把宝剑 但是剑或针 插在龙头上 总是不好吧 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跟各位解释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的名称叫华表 那么华表是什么呢 其实是在1979年6月的时候呢 那么最早放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是台湾最早的 中山高的这个公共艺术 然后呢 那么它的功能是这样 不过它有17公尺高嘛 那可是华表的上面 应该是一头敦寿 就敦着的 在这边 也寿 敦寿 是一个敦寿 那为什么在天安门前面的华表 是一个敦寿 对不对 那到了基隆 那个敦寿不见了 是一个梅花 梅花 梅花满天下 各位你要就 对没有错 我们的国花叫梅花 梅花梅花满天下 那请问一下 国道的代表是什么 如果你看过我们的省道 我们包括三角形 包括各式各样 国道就是一朵梅花 所以梅花代表的是 我们的国花之外 也代表的 它是国道的起始点 那刚刚讲到说 有一头敦寿 那敦寿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敦寿 事实上呢 它的名字叫做 望天吼跟朝天吼 下面意思 它要朝 这个名字叫做吼的这个敦寿呢 它要朝天上叫 叫 把人民的心声 让天上的老天也能够听得到 这个是本来的意义 那这个叫做吼的这个神兽呢 那么很有意思 它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有一种是说 一起观世音菩萨 就是我的丹妈 这个它的坐骑 那么是麒麟啊 麒麟四不相的祖先啊 另外一个说 这个叫吼的敦寿呢 是僵尸 而且呢 事实上 那么它自己本身啊 每次出来的时候呢 会让整个天下大汗 那天下大汗了以后呢 知道这个东西 对不对 是像温神一样 所以大家会敬畏有加 甚至于古代还曾经说 曾经看过有僵尸啊 那么它逃生了以后 被这个 比如说神力 这个 这个 制裁了以后呢 逃 逃走了以后呢 发现 它哀嚎 离开了以后 现场有一个 小孩子的躯壳被吃到一半 身上的血 全部被吸干了 说它怀疑是吸血鬼的僵尸